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十二 假中男子服毒危及生命 我小大爷的老太一样 要到着早上把洗饭出去都还没吃 服养权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服养权争夺战 热线十二即将不出 2014年2月24日 四川省巴中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里 突然接到一位急诊病人 患者是家住巴中市恩阳镇的一位村民 这个女人是患者的妻子蒋英 蒋英说 中午的时候丈夫在家里给孩子们做饭 自己在屋里看电视 突然听到女儿和儿子打叫 我弟弟他看到爸爸 我爸爸他早在了烧骨骨骨煮饭了 在突然和他一样 他就快给妈说了妈里过来的 我小白的老太一行 也遭到早前了 把洗饭出去都还没吃 随后丈夫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医生的诊断 患者是因为喝了农药后中毒而倒地的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人就是患者 叫徐大义 今年42岁 经过医生的抢救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今天是他转入观察室的第三天 眼前的这个女孩叫徐奇 今年13岁 是徐大义的女儿 那么徐大义为何要抛弃家人 了解自己的生命呢 仅仅是因为吵架 就要选择自杀吗 那么徐大义又是在和谁吵架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女儿去自杀吗 徐奇紧紧握着爸爸的手 一刻也不敢踪开 因为他知道 爸爸刚刚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他生怕爸爸再有什么闪失 看到女儿伤心的样子 徐大义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徐大义上有78岁老父亲 下有13岁的女儿和一个3岁的儿子 他算是家里的顶梁柱 那么是什么原因他要在家中服毒自杀呢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时 欢迎各位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孙小梅 刚才我们看到13岁的徐奇 在医院里紧紧拉着自己父亲的手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他非常关心自己的爸爸 除此之外呢 更多的恐怕就是害怕了 因为他害怕 万一父亲失去了生命 就没有人在管自己了 我们非常的想知道 在这个13岁的女孩子的心中 父母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同时我想对于徐奇他自己来说 恐怕他也非常的想知道 在父母的心里 自己又究竟算是什么呢 在女儿和家人的精神照料下 徐大义的身体渐渐的好了起来 经过医生的同意 记者对徐大义进行了采访 我们也不要他 就没有他 他就说是 护养法也不知道他 我说他不公 不管这个我 不公这个我 你只把护养全给我们就行 他一个也不给 由于徐大义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医生终止了记者和徐大义的交谈 那么徐大义口中所说的 护养全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几天后徐大义康复并回到了家里 记者跟随法院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徐大义的家 徐大义告诉记者 医生虽然叫蒋英妈妈 但她并不是蒋英亲生的 她是徐大义和前妻刘小荣所生的 在家人的撮合下 两人组建了家庭 但是结婚没多久 徐大义便对刘小荣产生了看法 随着矛盾的增加 感情渐渐的疏远 两人的婚姻生活最终 走到了尽头 2009年6月 刘小荣向当地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 法院依法作出以下判决 准许原告刘小荣与被告徐大义离婚 婚生女徐奇由原告刘小荣抚养成年 原告刘小荣次行承担孩子徐奇的抚养费全部 2009年11月 徐大义组建了新的家庭 2010年 刘小荣嫁到了一户雷姓人家 并给雷家生了一个儿子 此时刘小荣新组建的家庭出现了生活上的困难 徐大义告诉记者 由于刘小荣常年在外打工 女儿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2013年3月便把女儿接到家里来 但是徐大义的妻子蒋盈 总是为了徐奇的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 和徐大义发生争吵 蒋盈觉得徐大义没有得到徐奇的抚养权 不想平白无故的养这个孩子 况且现在家中的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 而徐大义的前妻刘小荣又不肯给他们抚养费 蒋盈认为 要么变更徐奇的抚养权 要么刘小荣拿出抚养费 不然她不会管徐奇的事 而刘小荣却始终不肯交出孩子的抚养权 也不愿意给徐大义夫妇出抚养费用 原本应该在学校上学的徐奇 现在只能待在家里带孩子 徐奇的姑姑心里很不是滋味 然而蒋盈听到徐奇的姑姑这样说 也是一肚子的怨气 2014年2月6日 徐奇听说在外地打工的妈妈刘小荣回来了 于是叫爸爸徐大义陪着自己去看看妈妈 徐大义本想带着女儿和刘小荣商量一下 抚养权和抚养费的事 但是没有想到 刘小荣竟然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就 一瓶鸟蛋 转发就破就破中 我让女子一身 就这里差不多 我破了这里一身 全部破十万的 他为什么要往你身上破呢 不知道 他不破尿啊 这时候我们对孩子 就是破了个尿 我说我感觉到有点兴奋 我说你过去听吧 你当个听吧 你发弄话做嘛 你过去那鱼儿的 徐大义告诉记者 刘小荣之前不怎么关心女儿 一定有她的难处 无论抚养权在谁手里 只要女儿能健康的成长 在谁家养都无所谓 但是他没有想到 刘小荣竟然会往自己女儿身上破污污 无奈之下 徐大义找到了当地的法院 想通过法律途径 把女儿的抚养权要回来 他说今年二月的时候 他起诉要求两点抚养关系 我问他为什么原因呢 他说这个是 那几点时间 这个小孩将提啤酒一样 提过来 无人照观 如果真是 虚奇的生母 不养不关的话 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2014年2月10日 徐大义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 希望能把女儿的抚养权 变更到自己名下 并且想让刘小荣 交出这几年来的抚养费用 但是此时刘小荣却找不到了 我去找刘小荣 现在嫁得了女教练 起来就还问她 我们问她父亲 她儿子 一起出去打工去了 我问她一把联系电话 她说没联系电话 徐大义觉得 没有抚养权 或是前妻不拿抚养费 前任妻子蒋英 是不会养这个孩子的 而前妻刘小荣又找不到 一时间抚养权和抚养费 都要不过来 这让徐大义作有为难 寂寞 她现在要求把这个抚养关系 变得以后 她是人口 徐大义可能就是 在实际上一定是相同 于是徐大义便选择了 服毒自杀 那么事情真的像徐大义 所说的那样 前妻刘小荣不仅不养女儿 还往自己的女儿身上 破乌乌吗 2014年3月12日 记者跟随徐大义 来到了刘小荣 母亲的家中 刘小荣的母亲认为 徐大义根本养不起外孙女徐奇 而且抚养权在自己女儿的手里 徐大义应该把徐奇送回来 但是徐大义却始终认为 前妻根本没有尽到 做母亲的责任 然而刘小荣往女儿身上破乌乌的事 双方的说法却又各不相同 他为啥要给他破乌 为啥要给他破乌 咱们我要给你破乌啊 我为啥 他不是跟你破乌 不是跟他女儿子破乌 别再跟他破乌 我们家人家人家任何人说 我这儿去哪儿一张 要是跟我破乌 牵我她破乌 她女儿子破乌 哪个 她女儿在牵着我带后 她没牵着破乌 哪个看家她跟你女儿子破乌 要破乌呢 哪个正面 哪个跟你女儿子破乌啊 哪个正面 正面的人要 刘晓荣的母亲说 刘晓荣并不想往女儿身上破乌乌 而是想破徐大义 不小心见到女儿身上 双方的争吵越来越激烈 不奈之下 记者只能找来法院的工作人员进行调解 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劝说下 老人家这才消了火气 向法院的工作人员说出了女儿的哭出 刘晓荣的母亲说 女儿之所以和徐大义离婚是因为徐大义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就靠女儿外出打工来养他们全家 所以女儿才提出了离婚 那么刘晓荣为什么要自己承担女儿的抚养费呢 当法院的工作人员询问刘晓荣的去向时 老人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由于刘晓荣外出打工 而刘晓荣的母亲提供不出联系方式 一时间我们无法找到刘晓荣 当记者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刚刚离开刘晓荣母亲家的时候 刘晓荣竟然打来了电话 至于给女儿泼乌乌乌乌的事刘晓荣也有自己的说法 那么刘晓荣到底有没有要往自己的女儿身上泼乌乌呢 那么刘晓荣为什么要迫虚大义 刘晓荣所说的 许大乌带着四五个人到自己家中闹事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吕大义之前和记者所说的 刘晓荣在外地打工 女儿得不到照顾 所以才把女儿接到家里来 那么刘晓荣又是这么说的呢 刘晓荣觉得女儿之所以耽误学习 完全是由徐大义自己造成的 并且徐大义要抚养权 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向刘晓荣要抚养费 根据双方做证据的交点 双方都必须在听信过程中 必须向法院提供从文的证据的证实 通过居证 自证最终经过法院的人底 才能做出有利于治愈健康成长的环境 虽然刘晓荣现在找不到 但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如果法院下达了传票 送不到被告的手里 那么法院会采取公告的形式 如果在三个月后被告仍然不出现的话 法院可以按被告缺席进行审判 好了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杨文战律师 您好 这位是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张春卫 那么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当中来 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给图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13岁的徐奇 他的一个成长轨迹 我们看到徐奇是2001年出生的 在两岁的时候母亲离家 徐奇就和父亲是生活在一起的 那么在09年 他八岁的时候父母离婚 徐奇是归母亲抚养 并且承担全部的抚养费 父亲再婚 徐奇和父亲和继母生活 在12年的时候 他开始和母亲和继父生活 在徐奇12岁的时候 又开始与父亲和继母生活 那么至今这中间 为什么三拍两次的回到父亲家 有两种说法 按照他父亲的说法 是母亲是在外面打工 根本就没法照顾他 那按照母亲的说法 是因为父亲经常 堵到学校的门口去接孩子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反正就感觉这个孩子 这13年间 好像在两个家庭当中 被拽来拽去的感觉 出会怎么看 我觉得徐奇可能 以后来回想的话 他13岁的人生当中有4年 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个是他父母都在一起的时候 那两年多 那虽然他没有记忆 但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完整的时候 然后在他12岁那年呢 他跟他母亲来一起生活 这个时候不知道会碰到一些什么样东西 随后的话 他13岁这一年 他又回到了父亲家里 却出现的是什么 他没有了书恋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胶着当中 对他的人生而言 这一刻 其实他已经彻底的告别了 他的同年和少年时期 因为他必须来面对 如何裁判亲戚 但是如何应该来裁判亲戚呢 可能成人世界当中会以金钱 会以如何进行更好的一个分割来借鉴 但是对孩子而言 不能耽误他的成长 可能是第一要因 我们看到就是 他徐琪父母离婚的时候 当时徐琪是被判给了母亲刘晓荣 并且呢 妈妈还约定了 约定好 妈妈来承担全部的这个抚养费用 但是呢 就是 根据爸爸的说法呢 就是这实际上 他跟母亲只生活了一年 剩下的事情都是跟爸爸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个刘晓荣 他的亲生母亲 并没有怎么抚养过他 没有怎么跟孩子待 也没有付这个抚养费 这样说是对的吗 这里面有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在09年 他们离婚的时候呢 他母亲是放弃了自己的婚前财产 婚后财产 然后不要抚养费 只要孩子 这是一种强烈要求抚养权的一种表现 那么按这种表现来看 他们在离婚之后 他母亲不会放弃这个抚养的机会 但是为什么会发现 他离婚之后 这孩子还跟父亲一起生活 这边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父亲不配合交付抚养权 这里边呢 他母亲拿不到 所以产生了这个矛盾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什么呢 母亲立刻就反悔了 然后不想要抚养权了 但无论哪种 我想他们都没有正常通过法律 途径处理 比如前一种 如果父亲不给抚养权的话 法院已经判了 他母亲是可以到法院申请执行 由法院配合 拿到孩子抚养权 然后正常的轨道去生活 如果是后一种 比如母亲反悔了 我不想要抚养权了 他父亲可以去起诉 因为他母亲放弃了 所以我要求正常的 把孩子抚养权 变更到我这 变更完之后 那该支付抚养费 自然要支付 我想他们并没有去正常处理 导致现在这个矛盾 一直没有解决 其实我们就说 天下的母亲爱孩子 应该是天经地义 我们看到这个母亲 一开始在要孩子 刚才杨律师说的 她所有的钱 家产什么的 嫁妆都不要了 就为了要这个孩子 可是在后来 我们也看到就是 我们常说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这一点好像似乎 又没有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为什么前后会有点这个矛盾 当初为什么 她又急着要争这个孩子呢 初位 我觉得在争取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母亲 是一个奋不顾身 不惜一切的 我们很少看到 就是说一个女性 就是以如此决然的方式 近身出户 然后并且只要孩子 而且不要对方出抚养费 那这样的一个裁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看到母亲对这个孩子一定是有挂念的 而且我们看到在她母亲的描述 以及她自己的电话当中 她都没有说表现出对这个孩子的嫌弃 以及说不愿意配合自己抚养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她能不能够真实的获得孩子的一个抚养权 但是对于孩子而言 可能她对她母亲的记忆太短了 只有她11岁那一年 12年她在她母亲和继父的这个家庭 待的那个短短的这一年 甚至我们看到在孩子的描述当中 对于这一年好像都太少 所以更为重要的就是 如果母亲想赢得孩子 你必须在还能够抚养她 名义上抚养她的这五年当中 要想如何去温暖自己孩子的内心 我们再看看这个孩子的父亲 徐大义 他实际上好像是夹在这个前妻和 现在这个妻子罗英之间 受这个甲板器 后来他选择这个服毒自尽了 这样的一个男人怎么看 我都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 因为他以服毒的方式 其实是表明他对于生命的抗争 这是一种弱迫 通过我服毒 让两方面都正视 我已经活不下去了 你们必须配合来解决 起码因为有了服毒事件以后 他现在的这个妻子就会想 我是不是逼着丈夫过激了一些 然后即使他仍然有不满意 但是起码现阶段的家庭矛盾 会因为生命出现的这一幕冲突 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环节 那杨律师你现在觉得 根据两家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法院会怎么判呢 这个抚养权他父亲有可能会拿到吗 离婚之后变更抚养权 通常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是不给变更的 总的原则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但有一条很重要 如果孩子是十周岁以上的话 法院在判断抚养权归属的时候 会考虑孩子的这个意见 因为他本人的意愿 实际上和他能不能幸福的成长 是有很重大的关系的 我们看到这13岁的徐奇 作为一个小小孩来说 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离婚 然后又各自建立家庭 按理说他应该是有两个爸爸和两个阿妈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孩子却感受不到任何的爱 我们来继续看 徐奇今年已经13岁了 按常理他应该读初中一年级 但是继母蒋英因为抚养权的问题 根本不去管这个孩子 徐奇已经在家中辍学半年 再加上徐大义和刘晓荣 常年在外打工 导致徐奇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读完 徐大义家里这个情况看了一下 我就问那个小小徐奇 于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帮徐奇 联系了一所学校 校方也同意接收徐奇 当学校得知了徐奇的家庭情况后 对徐奇的全部学费进行了减免 但是当徐奇办理入学手续的时候 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校里也要求 必须落实监护证 不但信息就不合上 然而蒋英却不愿意在徐奇监护人的表格里 填上徐大义的名字 更不愿意填上自己的名字 此时法院的工作人员给在外地打工的刘小荣拨通了电话 但是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由于徐大义和蒋英也要外出打工 所以法院的工作人员暂定 由徐奇的爷爷来当徐奇的临时监护人 几天后 徐奇终于走进了渴望已久的学堂 今天我们班亲来了一位同学 她的名字叫徐奇 大家以热烈的挡声 对她的到来表达欢迎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徐奇同学 作文介绍 面对比刺激小两三岁的同学 徐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就是当时这样 不多言 成为寡语 也不善于焦虑 虽然班里的同学们都在为她加油打气 然而 这个她原本最熟悉的地方 现在对她来说 也许是陌生的 徐奇向班里的同学们 深深地拘了一躬后 便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徐奇入学的第十天 记者跟随法院的工作人员 再一次来到徐奇就读的学校 现在来看 徐奇要比刚刚来学校的时候 开朗了许多 上个月很为了回答问题 下课过后 很快又在学生那种学校 因为当时我看到的现场是 与两个学生收那收 在朝鲜的开展后 玩游戏的学校 直接很乐观 改变过去 这种沉迷挂欲 法院的工作人员 每次来看望徐奇的时候 都会给他带上一些 生活和学习上的用品 而徐奇每次见到 面前这位法官的时候 总是面带微笑 而且亲戚地称他为舅舅 我听说有一个法官 舅舅对你特别好 嗯 他怎么对你好 我想要什么 他会给我买 还有吗 也许 徐奇心里有很多感激的话 想对这位舅舅说 但是在面对尽头的时候 他还是有些紧张 所以我果然这样 我认为是属于人 大家得得养人 对他们的家庭 小孩 我认为为父子 能够帮到的 能够帮到 因为我们都是为人父 能够感受到 那些孩子的健康成长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家庭是多么重要 让那些孩子呢 他能够 就是说切实感受到 在父母上 确实的一种 关系 关感 那么在他们爬关这个地方 就是得到一些 适当的一些弥补 徐奇的上学问题解决了 但是 徐奇两个家庭的父母 都在外地打工 徐奇只能和爷爷生活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 徐奇虽然得到了关爱 但是这种关爱是不够的 徐奇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让你再一次选择的话 你是希望跟爸爸 还是希望跟妈妈 跟爸爸 为什么 我妈他从前有没有养公公 跟他干线 还跟他我好妈背包 还是跟他好妈的干几个病 我亲妈的好些的 这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 我想让我妈把服养权交给我爸爸 徐大一和刘晓荣 现在仍然为了徐奇的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 而争吵不休 蒋英仍然保持原来的态度 其实徐奇想要的很简单 一个温暖的家庭 一个有舒途的童年 我们今天故事的最后定格在了这个 一个小女孩走向了花海的深处 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这样的一个画面非常具有形式感 也意味深长 徐奇未来的路 一条非常现实的路 该怎么走 初位 我们看到自然界的春天来到了 但是这个小女孩的心中 可能没有那么多春天的感受 因为他会去想 我的父亲才是我最好的一个监护人 但他的母亲呢 其实我们看到他的母亲放弃的东西 也许他成年以后大概会知道 他母亲究竟放弃的是什么 他母亲究竟争夺的是什么 但是可能成人和孩子都不知道如何去表达爱 如何去理解爱 在这样的一个成人世界的矛盾当中 可能出现的不仅仅有感情的破裂 还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如何用孩子来完成自己成人世界的某些瓜葛 比如说金钱的问题 比如说财富处置的问题 还比如说内心是不是还隐含着某些抱负 因为如果对方过得好 或者说我过得不好 或者是什么 因为这世界的很多东西其实超出人们的想象 也超出一个孩子的想象 当一个孩子可以把他心中的春天画在纸上 那黄灿灿的油菜花开着的时候 对于这个女孩而言 他还有五年就成人 不管是他的父亲 还是他的母亲 你们的争论 让这个孩子有两年没有读书 那么此后呢 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前嫌放弃一下 让孩子先完善他自己 可以走出他新的人生 我们刚才记者在询问学习的时候 问他就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孩子非常想也不想 就说希望跟父亲 那么我们想 这也是孩子单方面一个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父亲很快也要出去打工了 实际上真正照顾他的可能是爷爷 我想对于法院来说做这样的判决也许并不难 但是如何是把真正这样的一个抚养 落实到孩子的身上的养育 法院判决抚养权简单 判决抚养费也简单 但是孩子怎么真正的得到爱 怎么去健康成长 这不是法院判决能解决得了的 实际上在这很多婚姻家庭纠纷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父母在或者是在争抚养权 或者是在推抚养权 但是很少有理智处理的 他们会把自己和对方的矛盾 放到孩子身上 给孩子说可能对方怎么怎么不好 实际上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是不利的 理智的讲 你要想让孩子成长 他毕竟是你的亲生骨肉 那你要想他怎么才能健康成长 你要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切割开 都是孩子的父母 我相信都是为孩子好 那么理解一下 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要放弃之前双方的矛盾 让孩子既能感到父亲的爱 也能感到母亲的爱 这必须是父母双方要理智才能做得到的 希望这对父母能做得到 也希望其他很多很多有这样环境 面临这样事情的父母更能想到这个问题 毕竟你要爱的是自己的孩子 是刚才看到徐奇重返教室走到讲台上 让他说话 他说不出话的那一刻 我觉得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感到非常的感动 那样的一个刹那 因为徐奇又终于回到了他向往已久的这个学校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帮助他 有法院的搜索 有学校的校长 有老师 有同学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他 但是我想恐怕徐奇 咱内心深处更需要的是来自家庭的这种关爱 如何才能让他这种愿望能够最终的得到满足呢 我们看到抚养权毕竟还没有判决 但是法院为什么优先解决了孩子的义务教育的问题 那就是一个孩子成长当中你必须受之欲 所以我觉得法院先采取的是这样的一个救助方式 不知道父母是否反省 这是自己的孩子 两年的青春就这么耽误了 而他后面的成长可能因为这两年错过的东西还会更多 所以先放一下是非 让孩子忘记 年过花家的她 丈夫重病 背负的百万债务 头发都白了我妈 三个月头发都白了 数十名残疾人 不家可归 等待着她的帮助 这次到我头里 那我就办得她好好的 她的努力能否收到回报 卢君明的养老梦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明日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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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